许多首次购车的小伙伴,一般都会把目标锁定,在十万元级的合资轿车,他们尺寸空间适中,动力够用,开出去也足够体面。 那么接下来,教授就罗列了几款市面上主流的合资紧凑行轿车,看看他们各自都有哪些值得买的地方吧。 使用省心被誉为国民家用车典范,没什么特别好的优点,也没什么特别差的缺点,但他却是省心可靠的小伙伴,不会担心某天会把你扔在路上。 这是很多车主对卡罗拉的真气评价,正所谓开不坏的丰田,其可靠性一直都是被认可的,这也是其品牌最大的魅力之一。 这也恰好是大部分普通家庭用户最基本的购车需求,并且混动系统版本的加入也进一步提升了。 他在市场中省心可靠的地位,驾驭乐趣从传奇转子到如今搞笑的创始蓝天,马自达一直在为我们创造着架控惊喜,而昂克在拉全系装备的那台创始蓝天发动机拥有钢内直喷,高达13比1的高压缩比等亮点,并且匹配的是一台罗级非常聪明的变速箱。 他会根据油门的深浅动作来迅速做出意图反应,其整体表现出的平顺性和顺畅感。 在同级中难觅对手,出色的操控是马自达的看家本领之一,车身灵活低矮,支撑到位的四轮独立悬挂在配合精准的转向,从而令其在弯中的表现非常出色。 同级别中想要人车合一的沟通感,选它不会让你失望的,舒适宜人日缠在家用车领,育有着移动沙发的美誉。 作为家族的销量担当,轩逸当然是不负其招牌,同级中数一数二的舒适性是其一大卖点之一。 轩逸的座椅填充物柔软厚实,加上触感不错的皮质材料,长时间乘坐都不会觉得有太多的不适。 动力系统以平顺线性为主,日常开也是轻松取向,偏软的悬挂调校,能过滤大部分的路面信息,并且对车身震动的意志也很不错。 国民口碑要说最成功的中国特供车型,就不得不提朗逸了,凭借同级中不错的实用空间及大众的金字招牌,08年销售至今已突破300多万台,这是另不少车厂羡慕不野的数字。 全新一代的朗逸基于MQB平台打造,相比老款在外观上更显精致高档,尺寸也进行比较大的增幅,车内的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 地盘表现更具质感,对震动和路面的颠簸有明显的提升,并且轻松愉悦的驾驶氛围,也符合这个级别用户的需求。 颜值担当时代思域,不得不承认其产品力综合提升之后确实非常强悍,而上述那些对手虽然颜值也不算低,但思域整体设计的风格特点,还是更值得一说。 全新思域的外观变化是非常大的,从上一代那位文之彬彬风格的男生变成了一位更帅气的阳光肌肉男。 车身线条变得很凌厉,前脸的攻击力很足,大C字光源的尾灯,在夜间的辨识度很高,并且造型立体,值得一提的是其溜背的设计。 流畅的叫跑化车顶线条,并没有太多的侵占后排头部空间,美与实用两不误,值得点赞,结语。 以上这几款车型,除了拥有自身不错的亮点外,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,例如都有着不错的燃油经济性,良好的做工用料等等。 怎样,你会为谁留灯呢?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教授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